打個招呼市長大安 嗨 吃飽了嗎 有咖啡飲 其實我們自己未知 公司沒有跟我們說哪一套是台語劇 我們自己未知 所以就真的不敢說 市帝大戰 不關事的 其實全年出的劇都有機會 各族的 其實都不是近來才掀起這個市帝大戰 我想由第一套 由第一套 劇開播以後 應該都是牽起時帝大戰 我覺得 你的敬敵是 山蔥那些 怎麼知道 就是很多 安仔 Mole 其實很多敬敵 每年TVB 其實你要爭 無論男主角好女主角好 其實都很多敬敵 所以 就是 看看緣份 想不想再拿 信心 其實我自己 我挺想白色強人2 拿到最佳劇集 因為我們拍的時候 在疫情底下 大家都又隔離又成 大家很添蠅 完成了整件事 我經常覺得 如果這個劇拿到最佳劇集 大家開心 又拿到吧 大家開心是好過自己開心 好 嘩 那就完美了 再中了頭獎 那些 再中了頭獎 那就真的搞不定 到時候 如果真的 又拿了東西 又中了頭獎 我就答覆你這個問題 今年他不只出兩套 事後大意 我希望 白色強人的每一個人 由新人獎 拿到去 市帝 我們今年破天荒 三個市帝 嘩 就是過著安城堂和我 那就正了 哈哈 我又沒有特別 就是覺得 要拿多一次 對人的東西 但是 就是希望 大家看劇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感受 我就開心了 就是 因為 因為這套劇都有很多的意思 就算 超人事者 他都是有一些 說一些基層的人的生活 的苦況 那我就覺得 如果大家看的時候 他們能夠都感受到 有些共鳴 那我覺得 作為我演員 我就已經 沒錯 其實最希望是觀眾 感受到我們 拍每一個劇的誠意 還有那個認真 就是如果拿 事帝時候是有獎金 那就會積極一些 嘩 你又好像學了我 那樣現實 沒錯 但是現在所以 都是很平常心 因為戲裡面 他經常都會有很多 巧 在我背後 不知道的時候 他又做了很多 一些手段 其實YT 你看看第一集 他都是用很多手段 但是這次 竟然就自食其果 有時候我覺得 他用一些 同樣的手段對我 但是我 我也不弱的 我又被我看通了 哈哈 但是我是來 不停拆彈的 就是 這個方法不行 就繼續想下一個方法 不停想方法去 總之要對抗 我想我是一個不受歡迎 在明城北 不受歡迎 因為我是空缸 要做 立即要做院長 沒有辦法 高智慧 是啊 不要浪費時間 是啊 跟YT練過的 一定的智慧都不低 是啊 反而我覺得 如果不是我們大家 互相角力的時候 一定是好朋友 因為去到一些 救人的場面的時候 我們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 就是都是以人為本 以救人為本 所以 你會看得很有趣的 就是 當我們去到 那個 政策的時候 我們互相角力 但是當我們去到 救人的時候 會互相幫忙 其實正式拍戲 這一次也是第一次 是啊 合作 其實我們 很多年前 試了兩次同劇 一套是美麗在望 幾年前 我入行 剛剛在看 另外就是 古靈偵探 我說這兩套劇 他也是我姐姐的男朋友 哈哈 但是這次 真的是第一次 跟安仔合作 那我好開心 是 有啊 第一天已經感受到了 跟安仔去做一個partner 去對戲 其實自己都要自我提升 那 那 這次是拍攝裡面 真是邊拍我都邊學東西的 那自己都 就是內心其實都要 就是很給心機 自我提升多些 去跟他對戲 是 我會覺得在 我了解他的過程裡面 在那個戲呢 就會很自然流露 和產生那個戲劇的表現出來 那我其實很多謝 定恩在 我們在隔離的期間 他有一段時間呢 都經常了解我 很想知道我一些過去的東西 我會覺得是演員之間 互相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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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的時候 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是的 他真的跟我分享了很多東西 因為我們那時候 真的在深圳 有時候不用開工 就是比較開頭的時候 我們去茶餐廳吃東西 我們兩個 他真的把他演藝生涯 能夠分享到的一些 很珍貴的moment 而我都覺得聽完 其實我那時候有點眼濕濕 就是很感動 我很感動 多謝他跟我 這麼願意跟我分享 他自己的故事 那我自己 就是 是的 很開心 我覺得是 因為北京我真的 和安仔第一次這樣合作 我覺得這個了解 理解對方是需要的